但是現在美國他想要求戰的慾望 其實比中國大陸還要更強 他想要支援台灣的 或是想要這個所謂保護台灣的慾望更強 而且不只是只有美國 日本也想要保護台灣 所以現在到底誰會不會來救援 一定會來 美國不只美國會來 日本都有可能會來 難怪現在說連美軍駐台的這個想法 都被公開在台面上了 所以現在到底是誰想打呢 現在是美國想打 中國大陸不敢打 所以說真的不想打不敢打 不願意打的是中國 他們最近不是又在這個進行軍演嗎 軍演的話 他們就縮在他們的連雲港裡面軍演 那也不敢出來 再來環球時報不斷地嗆聲 不斷嗆聲 但是他也不敢怎麼樣 就連保證就連怎樣 現在川普在聯合國的大會裡面 他都公開罵了中國大陸 指責China12次 還說是China virus 他就直接把這些病毒就推給中國大陸 就是說你中國大害的 他講成這個樣子 是 他甚至還批評說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是以這個犧牲人類環境代價為代價 他講成這個樣子 結果 中國大陸就說 我們永遠不擴張 不稱霸 不謀求勢力範圍 我們沒有任何 議員跟任何國家打熱戰 或是冷戰 你說被人家舉著鼻子罵又唾臉 自甘 而且甚至他在指責美國的時候 他還不敢說每個國家 他不敢點名美國 他只說某些國家 所以說到底是現在誰是誰 誰強誰弱 所以你說如果中國真的這麼強 但是美國不敢跟他作對的話 他在聯合部隊應該開幹 當然 都公開幫你洗臉 你還窩在那邊 我們不求爭霸 而且我們還要捐錢 那馬英雄看不懂嗎 他當然看不懂 不只是你罵沒辦法還口之外 你看現在美國是親盟打 你也不敢怎麼樣 你說打不還手 你說中國對美國是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他們最近不是在黃海進行演習嗎 好 你在進行演習 美軍這時候照例 他又派出了一架 RCE-135S的這個偵察機來了 他來這個地方 寶傑他在黃海附近 他可以來回回在這邊試探 這好像在順餐水一樣 人家就說是回文真事 這樣飛來飛去 他想要把所有的資料 知道一清二楚 而且他還故意在這邊飛了那麼久 你要鎖定可以鎖定 你要打可以打 對不對 你們之前 最少來個半飛吧 你們中國大都曾經說 如果他們敢再靠近的話要打 好 你就打 打 可是問題不敢打嘛 好 除了這個之外 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今年以來 美國至少已經抵近偵察 兩千次以上 你中國大都到目前為止 你有任何回應嗎 沒有 他派出什麼 他各式各樣機全部都出去了 P-8A的反潛群螺機 RCE-135的偵察機 P-3C的反潛機 EP-3E的這個電蒸機 E-8C的這個指揮機 全部 所有的飛機 甚至連U2都來了 你敢怎麼樣 P-8A卷來了29次 RCE-135來了12次 而且寶傑 我跟你講 他裡面啊 他靠近 還中國海岸線 70海裡的有9次 60海裡的有6次 還有一次只有41海裡 靠近廣東外海 美國這麼靠近你的時候 這麼樣的底進偵察 你也不敢說什麼話 他們老早就已經飛過所謂 台海中線 你也不敢說什麼話 所以